第一笔就是用点的方式 刚才就有跟大家讲 它常常是小方格的第一笔 往往都是用点的方式 那点你要往右拉勾 你就是要做提案 对不对 提案慢慢过去以后 然后腾空要写下一个转角的时候 它有时候腾空笔就会离开直 但是呢 这时候你不需要刻意再做起笔 它是一笔的 所以你贴到以后直接下按 就承称它第二笔 你要接第三笔就要提贴再带下一笔 这样听懂吗 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往左边拉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到点的下方 所以它也留了一个缝隙 看到了吗 就是在点的右下方 不是正好在点的下方 对不对 它这个就是让它这个四方形 有这个缺控 让它有呼吸的空间 你把它做密闭的 不见得好看 好看一下 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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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 向右 这个组 你看它这么厚 我用的是弹匀 是长风 你也可以先写一束 也可以先写一点 它有一点弯弯的 提一提 把它贴 稍微给它一点厚度 提一提 这个锯 还给我一张纸 就往后拉 离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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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这个横画从细到初 有没有 它有多斜 对不对 然后它的两束都蛮厚的 是不是 右手边这一笔有点往内 但是你不往内也没关系 但是你如果往内不要太多的角度 听懂吗 听懂吗 看一下 它从这边 直接 好 点回贴 点回贴 好 手提高 手指头放松 下沉 下沉 提一贴 好 从这边点回贴 过直线先直再向左 开始 下沉 点回贴 tate